中国最牛姓氏,不姓刘也不姓李,人口不足三万,却出了十五位皇帝,起初,姓和氏是截然不同的概念,姓产生之后,代代相传,不会随意更改,而是则会随着封地和官职发生改变,正所谓,姓者,统其祖考之所自出,氏者,别其子孙之所自分,这也就意味着,一个姓之下,往往会有多个派生的事,比如说,上古八大姓之一的姬姓,就派生出了周、王、鲁、草、 魏等近411个氏,秦汉之后,姓和氏逐渐融合,成了延续到我们现在依然在用的姓氏,可以说,每个姓氏背后都有一段悠长的历史传承,那么一度被誉为中国最牛的姓氏,您知道是哪一个吗?在时光的涟漪中,探寻千年前的悠悠回响,欢迎订阅旺古封城,这个姓氏存在了近三千年,出现过十五位皇帝,只是可惜,现如今的人口数量还不足三万人,他就是司马姓,说到司马这个姓, 他是个父姓,历史可以追溯到西州时期,那时候司马不是个姓,而是一份工作的名称,根据史记、楚世家的记载,立子彼为王,公子子西为另隐,契级为司马,意思就是那时候有人被任命为司马,负责一些特定的职责,后来,这个官职的名字就变成了一个姓氏, 尤其在西晋和东晋时期,司马姓成了皇族的姓氏,殷商时候,有五大官员,司徒、司空、司徒、司寇和六卿,主要负责军政和税收,到了西州,司马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兼内政部长,管着军队的税,训练和法律,汉武帝时期,大司马成了大将军的一个额外头衔,后来,司马也变成了一个姓,跟司空、司徒一起被称作三司,说司马这个姓,他处了十五个皇帝呢, 最著名的就是晋朝时期的司马懿他们家,那时候,司马家的人不仅会打仗,还会治国,是真正的全能型人才,到了三国快结束的时候,司马家开始崭露头角,最后控制了魏国的大权,司马懿是历史迷们的老朋友,他不仅勇敢机智,还很果断,用现在的话来说,就是非常有战略眼光,正是他让司马家慢慢爬上了皇位的台阶,尽管司马懿生前没称王,但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, 他的聪明才智总能帮他化险为夷,也帮助司马家逐步稳固了自己的势力,那句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出自三国末期,讲的是曹魏时期的一位大官,司马昭,他继承了他老爸司马懿的遗志,继续扩大家族势力,那时候,司马家在朝廷可是呼风唤雨的存在,当时的皇帝曹毛不甘心被司马昭控制, 就用了这句话来形容司马昭的野心,还试图反抗他,结果呢?曹毛被司马昭的人干掉了,这事情对司马昭一点影响都没有,反而后来他还被封为了晋王,这说明了,虽然司马昭不是皇帝,但实际上跟皇帝差不多,司马炎作为司马昭的大儿子,在老爸因中风挂掉后,接管了军政大权,他上任,不久就迫使曹焕退位,自己建立了西晋王朝, 上位之后,为了巩固权力,司马炎实施了一系列改革,虽然沿用了曹魏的制度,但也加入了一些新意,对后来的西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,不过,灭屋之后,司马炎开始对朝政失去了兴趣,沉迷于享乐,最终55岁就早早离世了,继任的司马中,这位皇帝就比较迟钝了,不太会管理国家,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,就是发生在他当政时期,因为领导能力有限,那时候局势相当混乱和威胁, 西晋灭亡后,司马瑞重新建立晋士,成为晋元帝,标志着东晋的开始,东晋成立后,皇权受到门阀士族的制约,尤其是那时的狼牙王室家族势力巨大,几乎能与皇室抗衡,有句话说王与马,共天下,这里的王指的是王羲之他们家族,而马自然是司马家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姓氏也开始有了新的含义,晋朝虽然只有二百余年的历史,但是从司马延到司马德文,出现在妙号的皇帝却有十五个,但是晋朝也是皇权最弱的一个王朝,晋朝在历史上对中国的贡献很少,而且当时内忧外患不断,除了要应对外敌的入侵,还要面对国内士族伐门的制约, 因此司马家族的人口很少,难以扩散,随着晋朝的灭亡,为了避免被迫害,许多贵族都改了姓氏,尽管司马姓的人不多,但关于他的来源却有很多传说,据说有多个姓氏改姓为司马。 如臣、田、鸡、米、滋等,甚至书法大师王羲之的一位长辈,为了避祸也改姓司马,而在晋朝覆灭之后,部分司马姓的人也将姓氏改为司马、同、冯、同等司马姓,为中国汉族传统的父姓之一,也是众多父姓中知名度相当高的一个姓氏,司马姓的起源众多,不过总体说来大多都是源自于官职,只是这些官职之间并没有血缘的传承, 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毫无瓜葛的姓氏分支,其一,源于成姓,成伯修复是西州掌管军事大权的重臣,他官职司马,辅佐周宣王治理国家。 后来他率兵平定了许方等地,立下了汉马功劳,周宣王为了包扬他的功勋,便准许他以官职为姓,其后便以司马师为姓,得以传承,以此来算,其历史距今已有两千七百多年。 其二,源于米姓,米姓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国姓,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大司马,名叫米子凡,他执掌楚国军队期间,曾为楚国立下赫赫赫战功,是楚宫王属下的重臣,其后人便其官职为姓,后来很多楚国担任大司马的人,他们的后人也进阶以此司马为姓,这等传承习俗,俨然成了楚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 其三,源于姬姓,姬姓是周朝的国姓,在春秋战国时期,姬姓的影响力下降,从其中分出来很多事,他们便开始以氏为姓,而韩姓便是其中之一,春秋时期晋国的韩爵,曾任大司马,给予他的影响力,其后人便以司马为姓,得以传承后世。 其次,源于子姓,春秋时期的宋国孔副家曾经担任过大司马,他原本的姓氏为子姓,是孔子的六世祖,其后人有些人传承了孔姓,有些则传承了司马姓,其五,源于陈姓,而这一姓氏的荣光,则都源自于司马懿,司马氏在三国时期已经成为了曹魏氏传的大族,等传到司马懿这一带,则开始走向了一条腾飞大道,在高平陵事变之后,司马懿扫清了掌权路上的曹家人, 正式掌握了魏国的政权,只是他并没有迈出称帝的那一步,公元265年,司马炎正式篡位称帝,改国号为晋,拉开了西晋的历史,15年后,西晋灭亡了东吴,就此完成了中原大地上的一统,只是好景不长,西晋还没享受到多少荣光,便迎来了巴王之乱,使得西晋王朝元气大伤,加速了崩溃,公元316年,西晋被趁机崛起的匈奴人灭亡, 而内迁的少数民族又趁机举兵,造成了让中华民族蒙难的五湖乱华,大量百姓与士族难渡,次年,司马瑞和过江的士族大家建立起东晋政权,历史就此,又迎来了东晋时期,两晋的历史共传了150多年,而传承的皇帝有15位,只是如果不是老祖宗打下来的底子, 后来的这些姓司马的皇帝自然只是一个笑话,现如今,司马姓依然为父姓中的大姓,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很广泛,根据姓氏大权显示,在河南、山西、湖南、安徽、湖南、山东、江苏、贵州、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河北、内蒙古、香港、台湾等地区均有司马姓的族人分布, 而其中又以河南居多、洛阳、衍施、温县又是司马市最为集中的三个地方,按理来说,司马姓曾是两晋的国姓,而且司马懿以及后人在生育能力上有相当给力。 其后人应该有很多才对,这又使得司马家族人数递减,而那些侥幸南下的司马姓,他们为了避祸,纷纷改为他姓,这就使得司马姓在传承的路上人数越来越少,以至于形成现如今的不足三万的尴尬数量。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,姓氏常常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,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演变,姓氏不再代表一个人的地位和身份,每个姓氏中都有普通人和杰出的人物,在现今社会,姓氏其实就像个标签,写在咱们身份证上的一串字,现在这个时代,大家都是平等的。 每个人都在努力为这个社会添砖价瓦,不管你祖上是皇家还是平民,到了今天,这些都不重要了。 感谢观看